俄乌战争打到现在,已经一百多天了,出现了几个诡异场面,场面一是卢布崩盘没出现,俄乌战争让中国舆论界分成两派,挺美派和挺俄派,为什么不说挺乌派?挺乌派不说没有,但很少,大部分挺乌派,其实是挺美派,挺美派认为,在西方大力制裁下,卢布将崩盘。 毕竟苏联解体时,卢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历史画面,实在是太壮观。西方制裁之初,卢布确实大跌了两三周,但随后卢布回升,把跌幅全部涨了回来。 卢布稳住的最根本原因在于,俄罗斯资源、能源、粮食这些基础战略物资没问题,保证俄罗斯可以内循环,吃喝不愁,同时普京通过强力手段清晰反对派,统一思想。 一个国家思想不出乱子,同时又不缺饭吃,就稳住了基本盘。 同时在技术层面,俄罗斯也做了几项操作,进行资本管制,防止资本触逃,提升存款利率,吸引俄罗斯人存钱,把资源和卢布绑定,换取外汇。 如此一来,卢布流动性大幅下降,就比较容易干预。 这就好比说一家上市公司,在主板流动性较强,难以干预。 但到了流动性较差的新三板,那就好干预了。 基于这种逻辑,挺美派认为,卢布的强势不可持续。 其实只要不要流动性,价格高低都不是问题。 当然了,如果汇率过高,不利于俄罗斯的能源和武器出口,印度又会咧嘴笑了。 换个角度看,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,只要能控制卢布的低值。 至少表示普京任期内能控制住俄罗斯局面,不会出现苏联解体时的那种惨状。 场面二是欧洲能源危机平息,战争爆发之后,品额派认为,西方制裁俄罗斯是傻瓜自惨。 这派观点认为,没有了俄罗斯的天然气,欧洲要砍拆取暖。 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。 以荷兰推TF期货为基准,2月23日,PTF天然气期货为91欧元。 第二天因俄罗斯队伍开战,价格飙升四成至130欧元,最高峰时代。 PTF天然气期货飙升了好几倍。 5月中旬,PTF期货已经回落到战前水平。 欧洲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天然气减产,而出现能源崩盘。 原因一是美国、卡塔尔的大量液化天然气涌入欧洲。 当然靠液化天然无法解决欧洲的天然气危机,但可以适当缓解危机。 二是俄罗斯通往土耳其方向的天然气也可以增产。 为什么土耳其不愿意随西方制裁俄罗斯? 因为土耳其使用的天然气有百分之五是来自俄罗斯。 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有一条横跨黑海的天然气管道叫土耳其西。 有了这条管道,普耳其就可以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,再卖给欧洲做中间商赚差价。 尤其是巴尔干半岛和南欧地区,可以直接从土耳其购买二手能源。 原因三是欧盟政策流有流动。 5月30号,欧盟通过对俄罗斯的第六轮制裁,主要方案是禁止购买俄罗斯能源。 这个方案之前因匈牙利反对,没有通过这次之所以达成妥协,是因为制裁方案开了绿灯。 这个所谓方案,只禁止通过海运方式购买的俄罗斯石油。 但不对通过管道运输方式购买的石油做出限制。 这就意味着,匈牙利、斯洛伐克和捷克等内陆国家,可继续购买通过管道运输的俄罗斯石油,而其他主要依靠海运方式。 获得俄罗斯石油的欧盟国家,则不能再购买俄石油。 这个制裁计划其实聊胜于无。 因为匈牙利等国可以多购买俄罗斯能源,转手卖给其他欧盟邻国。 如此一来,中欧和西欧可以从匈牙利购买俄能源。 所以不要笑话欧洲国家愚蠢,其实人家也很精明。 既收获了制裁的美名,也可以继续享用俄罗斯能源的石灰。 原因是是域外国家抢市场,降低了天然气预期。 阿塞拜疆,卡塔尔,塞内加尔,阿尔及利亚,伊朗,也在争抢俄罗斯退出后的欧洲天然气市场。 尤其是阿塞拜疆,天然气可以直接从土耳其过进欧洲。 最搞笑的是以色列也想分一杯羹。 以色列虽然是弹丸之地,但并不缺天然气。 以探明的天然气储量,达9210亿立方米。 此外,在以色列大陆架上运营的英国公司宣布, 发现了一个可能含有另外巨大储量的矿床, 可开采的天然气储量超过5000亿立方米。 以色列计划从地中海修管道,只通希腊和意大利。 如此可以在天然气领域,与俄罗斯、阿塞拜疆竞争南欧市场。 场面三世核危机并没出现。 战争爆发之初,由于西方和俄罗斯纷纷晾肌肉, 吃瓜界很多老铁都在担心。 双方一步留神按下核按钮,地球村的花花草草就遭殃了。 当时大地的支持者很喜欢讨论,俄罗斯如果使用核武器, 第一个会扔给谁? 有人说是波兰,理由是波兰最愁恶。 也有说是立陶宛,理由是立陶宛最反恶。 还有人说是英国,理由是英国跳得最高。 此外还有日本、美国等选项。 然而从战争开始到现在,从没有所谓的核危机。 原因其实很简单,核武不能随便按, 一旦发射就是人类文明公敌。 俄罗斯打仗,本质是要搞土地和资源,并不是要毁灭世界。 普京要民流轻史,并不是要撕毁历史课本。 乌克兰战争虽然造成俄罗斯和西方对立, 但这种对立在近现代史上是小意思。 当炉不回升,当欧洲天然气价格下降, 潜在的核风险进一步下降。 现在很少有人讨论核危机了。 其次,欧盟制裁的是俄罗斯石油,那就得定义什么是俄罗斯石油。 在欧盟的规定中,混合石油不算俄罗斯石油。 比如用51%的沙特油,跟49%的俄罗斯石油对的石油,不算是俄罗斯石油。 另外,从第三国家运过来的俄罗斯石油不算俄石油。 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,欧盟给自己打破禁欲,其实留了非常多的口子。 那么既然如此,欧盟明制裁暗才够,那还干嘛搞制裁呢? 第一制裁是政治正确,有的时候正确的事情不代表就是有意义。 欧盟的老百姓愿意制裁俄罗斯,却不愿意稳受高昂的能源支出成本。 所以欧盟的领导人必须安度陈仓。 另外一个欧盟明着公开制裁俄罗斯石油,还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可以让油价大涨。 油价大涨欧盟不是吃亏吗? 欧盟也得忍受高油价了。 不过别忘了,欧盟有钱,一时半会亏不死,可是乌克兰战争如果长期打下去,他们才真的会被拖死。 如果真的切断俄罗斯的能源,那么欧盟才真的会死。 说实话,俄罗斯怕个鸟,你还以为现代工业的血液能源这个东西,真的可以随便大风挂过来吗? 你嫌俄罗斯这边的风向不对不喜欢,等明天换换风向锋利,你就可以了。 欧洲对俄罗斯手里的能源硬气得了一天,还能硬气得了一事吗? 早晚还不得去求它。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能投猛脑说,欧洲必须在六个月内完全禁用俄罗斯石油。 这当然没问题,煤炭不是已经停用了吗? 石油要稍微缓缓,但天然气呢? 欧洲觉得为了梦中的自由,不过是全球高成本采购和运输而已。 但关键是你能不能完全不用石油、煤炭和天然气,整个现代工业就在这三轮车上滚着呢? 欧洲确实有钱,但能源价格一旦飙升,欧洲的工业制造竞争力秒速下降,东方的中国、印度、越南,隔着大西洋的美国,或者全世界除了欧洲吧,大家都嗨平了。 欧洲确实自由了,但欧洲恐怕要衰败了。 当然这段游戏玩到最后,谁都别中途跑出去玩副本,主线在这盯着呢? 谁也不能下现代工业生产这唯一的车,最终欧洲还是要回来跟俄罗斯继续掰扯能源。 现在纵观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二号,还没舍得炸掉呢? 停在那干吗呢? 谁心里还没个数吗? 美国用乌克兰战争一世二鸟来拖垮欧盟跟俄罗斯,难道欧盟不知道? 欧盟当然知道,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跟美国明着对抗,所以他们只能期望乌克兰早点打输。 这场战早点结束,而且乌克兰失败了对美国霸权是个沉重打击,对欧盟摆脱美国来说也是个好事。 乌克兰不得不心甘情愿地配合各方需求主动被诱杀,这是不是看起来很绕? 只是唯一被绕进去的只有乌克兰而已。 但是这个是� Illustrator,没说过你的信号施度更好就以现了一段程序 所以都是要求 mother的恶盟。 这行判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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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判砍了果然会还是аш Maggie蛋 상 від而凌亩 Đan址。